中央预约系统即将于7月15号上线 台北市长柯温哲表示 台北市会在7月15号之前 完成65岁以上长者施打疫苗 不限户籍只要住在台北市 7月9号开始都可以进行预约 预约系统要上线你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目标是在7月15号以前 65岁以上要把它打完 那过了7月16号以后 对于65岁以下 那就由中央的预约系统去接管 那65岁以上 请大家注意 7月9号就开始了 所以这个预约有一天是overlap的 在7月9号那天是68岁以上 65岁 反正就年龄降上去了 事实上你68岁以上你知道 你到7月10号还是 并不是说那个 以上的人就不能再预约 都可以了 我们是按照年龄往下降 所以只有下限没有算上限 疫苗施打地点除了34家医院 12家联衣门诊部 以及210家诊所 还特别在7月14、15 增加花博征验馆作为施打场馆 我们在14、15两天 开启了这个花博征验馆的 大型接种的这个场馆 那花博征验馆 其实搭车非常的方便 就在沿山站 那所以大家如果说 在做选择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我们在14、15这两天 能够开出来的预约量还蛮多的 那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另外未预约的长者 也可以在7月12、13号向区公所登记 于7月15号前往北市12家医院 接种疫苗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